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边看卡通边吃西瓜 嗯 夏季出产的西瓜真的很甜 狐狸猫吃得心满意足 妈妈跟狐狸猫说 葡萄也很甜 要她赶快多吃点 狐狸猫不宜有她 一次抓了好几颗葡萄放进嘴里 但一想不到的是 狐狸猫以为她被妈妈骗了 因为她觉得葡萄非常的酸耶 难道是葡萄真的不甜吗 还是妈妈真的很心骗了狐狸猫呢 平复了心情之后 狐狸猫继续看电视 这个时候刚好演到 一部由漫画改编的动画片 狐狸猫想起 她正好有这本漫画书 便高兴地把漫画书拿出来 想看看动画的剧情 是不是和漫画的剧情一样 但看着看着 她心中冒出了一个疑问 动画又不像是真人演出的戏剧一样 可以用录影的方式 那动画到底是怎么样 从漫画中动起来呢 荧幕前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在刚刚的动画里面 狐狸猫有两个疑问 分别是 葡萄真的不甜吗 以及 动画到底是怎么动的 就让我们先来解答 狐狸猫的第一个疑问吧 妈妈说葡萄很甜 但为什么狐狸猫吃的时候 就变酸了呢 还是说葡萄在这短短的几十秒内就坏掉了 或是 狐狸猫的味觉出了问题吗 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狐狸猫在吃葡萄之前 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没错 狐狸猫在吃葡萄之前 先吃了很甜的西瓜 结果发觉葡萄酸得要命 一点都不像妈妈说的那么甜 其实啊 这是因为我们的味觉 在接收了很甜的东西之后 产生疲劳了 当我们在吃甜度比较低的东西时 味觉暂时没有办法感受到原本正确的味道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 感觉疲劳 为什么会发生感觉疲劳呢 是因为受气连续接受刺激 造成受气对刺激产生疲劳或习惯的现象 但是在适当地休息一阵子之后 便会恢复正常的感觉哦 下列关于感觉疲劳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感觉疲劳跟动气有关 B 感觉疲劳是一种连续接受刺激后 暂时的感官现象 C 感觉疲劳并不会恢复 正确答案是B 狐狸猫很好奇 只有味觉会有疲劳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感觉疲劳呢 此时狐狸猫的妈妈拿了三个 分别装着冷水 室温水 和热水的水盆 要狐狸猫同时将左手放入热水中 右手放入冷水中 20秒后 再将两只手同时放到常温水中 要狐狸猫感觉双手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狐狸猫惊讶地发现 两只手的感觉不一样耶 它觉得左手变得冷 右手感觉热热的 好奇怪哦 妈妈说 这就像是温泉泡酒了 就会觉得水没有刚开始那么烫了 也是种感觉疲劳哦 再来还有另外一种 非常常见的感觉疲劳 就是视觉疲劳 不过在继续解说视觉疲劳之前 大家还记得狐狸猫的第二个问题吗 没错 就是动画是怎么动起来的 其实啊 最早被发明出来的动画 就是由精致又多页的漫画 快速翻页而成 大家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 即便是翻得再快的漫画 怎么可能看起来都不会停顿呢 其实啊 这就跟人体的眼睛有关系了 我们眼睛内的兽器 在接收到一张张画面刺激的时候 会将这些影像 暂时存在视网膜中 然后形成后像 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作视觉占流 而后像跟接续而来的画面彼此重叠 就形成了连串的连续动作 这种后像的颜色与原物体相同的现象 我们又可以称为正片后像 除了动画之外 在生活中常见的烟火 下雨成丝 走马灯 都是正片后像的例子哦 有关于动画形成的相关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 动画的形成与视觉疲劳有关 B 动画的形成与烟火呈现的原理相同 C 眼睛中一张张的漫画所形成的动画 属于复片后像 答案是B 而跟正片后像相对的就是复片后像 在这里不妨就让我们来试看看吧 首先您试着画面中间的小黑点20秒 记得眼睛不要眨哦 专心看着这颗小黑点 专心一点 眼睛不要眨 时间快到了哦 加油 20秒后画面会变成白色 好 时间到 不知道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是不是看到跟画面上类似的图案跟颜色了呢 我们的眼睛啊 在长时间接收同一种颜色的状况下 将视线移开 便会看到形状相同但颜色相反的图像 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最后一种感觉疲劳 也就是视觉疲劳 会发生这么多的感觉疲劳啊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代表我们已经过度使用这些兽器了 所以记得要让我们的身体适当休息 各项兽器才能有正常的运作哦 下雨时我们所看到的雨像是一直线连续的降下 关于此线上的叙述下联合者正确 A 卡通影片的播放原理与此线上相同 B 这是视觉疲劳的关系 C 这是感觉神经元传递刺激太快的结果 正确答案是A 影片的尾声我们来一同回顾这支影片的重点吧 一 感觉疲劳 受气或大脑连续接受刺激后 对该刺激产生疲劳或习惯的现象 二 视觉占流在生活中有很多相关的运用 例如动画人物的连续动作 或是放烟火 前面提到了很多种的感觉疲劳 但并没有提到听觉疲劳 不知道你们觉得 有没有听觉疲劳这种情况 或者你知道有什么例子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